世界知名度极高的模仿师大卫科普克 大卫科普克干的事惊天地气鬼 他曾经在中国玩过穿越万里长者 在英国呢玩过短暂时间 说这列长三十多米列车 没了他就给你变美 在美国让五千多万电视观众看电视转播呢 他能让自由女神像瞬间消失了 这些都是大场面 小的场面在剧院里边 说大卫科普克把个什么舞台变美了 把人给弄走了 那都常有的事 说这种场景魔术它的核心魅力在哪呢 凡是玩场景魔术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玩的是乍原法 这个乍原法是什么呢 咱们魔术界管的叫光子火 光子就是镜子 光子火什么意思呢 就利用光的反射原理在镜子上做一些文章 但这个呢 它不涉及练功夫 纯粹都是假的 但是作为魔术师自身 他这能耐在哪呢 他非有点独特的本身不可能 就他自己身体的这种控制力相当强 你像大卫科普克就曾经呢 把自己用绳索勒上 然后这一部箱子点着了 他从这箱里跑 就你要自己不经过苦练 这种逃生的技巧的话 你也玩不了这种魔术 在下面我们说这个 大卫布莱恩 这比大卫科普克很年轻 他的魔术那更加令人炫目 看到我的脚了吗 看好了 天哪 他飙起来了 他经常玩的那种挑战极限 比方说在两个大的冰壳子里 给扣到一块 在这里待上七天七 比方说在水里头 你能隔着玻璃缸 跟他交流 他在这里待七天七 最绝的 在英国泰伯斯河桥顶上 12.5米高的地方 有那么半封闭的东西 他在里面躺着 绝食四十四天 就靠河水 他经常玩这个 站在一个 一百多英尺高的柱子上 站立三十五个小时 就在那直挺挺 那么站着 他这种魔术表演 已经是把魔术 跟人体极限 结合到一块 但是他这种干法 是非常有风险的 万一这个机关不灵 他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所以大卫布莱恩 在世界各地玩这个 不少人替着担心 甚至他上了保险公司